看真身時 我覺得有點說不出話 好像十月懷胎 至少見到她是真人 他們是知道我做這個聲音導航的 所以他們是尖叫的 他們說可不可以跟我說 說不行 最秘密 不說不行 所以他們經常都問我 什麼時候可以來staycation 什麼時候來啊 什麼時候來啊 遲些先 遲些 這個是將十三個公主和女王結合 在一個聲部裏面 所以你們會見到有Moana Aurora Ariel 有Elsa Anna 十三個結合 好像尋寶一樣 找到這個蘋果是誰 不是Snow White 你到處找那些線索 我這次擔任這個角色 就是做聲音導航 那你就聽著我就會帶一個tour給你 很值得去就是故事館 你看得很仔細 譬如它有一個interactive 是你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有彩色玻璃窗 那個就會呈現 以前最早期可能喜歡Ariel 但去到他們看Frozen 他們看到很多自己 我亦都透過這些書籍或動畫 跟他們說 對 兩姐妹 即是你們大家要互相相愛 要互相照顧 姐姐是謹慎一點 比較有責任感 她沒有妹妹那麼勇於嘗試 或者那麼大膽 我覺得不同的歲數 不同的階段 連他們喜歡公主或女王都會因此變化 演繹那麼多不同的角色 最難做是媽媽 即是現實中的媽媽 我覺得做媽媽很難 因為很多事情 有可能自己沒有經驗 有可能你覺得 下了一些決定 你不知道其實對她的影響有多大 作為爸爸媽媽 沒有人是天生會做的 都是一路試一下 碰撞一下 跌一下 再矯正 這十年真的不容易 大人小弟也不容易 我覺得她的耐性可以再好一點 我一段時間要幫忙跟功的時候 我發覺我真的會變樣子 變成了一個你很不喜歡的自己 如果你知道這不是你擅長的東西 就千萬不要碰 又跟小朋友抹了面 其實何必厲害 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